牧送小车走开 我们就来到了德州大运河古安城 北方的早餐 我觉得这是煎饼果子 天天叫煎饼果子 这边就叫个煎饼 还是比南方要做的好吃 然后就到了大运河古安城这边 然后这边攀都摆的挺多的 到时候我们来开始逛 天气还是比较好的 天冷的时候晒晒太阳边逛边逃 人生之乐事 在这个朋友这里买一个壶吧 因为正好他在路口 这第一个 然后有一个民国的 字女同志的一个提凉壶 总体还是完完整整的 有盖的 所以这还行 然后这个就算是 今天在德州运河的第一件收获 虽然是一个小东西吧 你能包一下吗 马也没有 只有牛 我妈也没有 妈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 就这么光溜溜的 我还好带了一点点这个报纸 你没有包的应该优惠一点 正好遇到一个熟悉的朋友 然后我们就过来看看他的东西 这边有一套 太师少保蓝丝的民国盖盒 现在打开看一下 就是价格的事 我们看一下品项 看一下品项状态 每一家都看一下 两千成交 其实还算是简陋了 这么一套完完整整的全美品的民国 泰式少保的一个世界合适非常少见 这一套应该算是简陋 非常难得了 然后他台湾上面其实 觉得多数都是老货 这种民代的民国的一些壶啊 冠儿盆啊 民俗的东西多一点 他在老朋友那里买了点东西 有时候就是这样的 别人拉着你 让你去看一看 其实但凡我觉得还可以的 能够买的 我尽量都会帮别人去买 因为这个东西 就是互相的尊重 互相的支持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来 支持我们 大家经常看到我们在市场上面 买到老物件 买到精品 捡过肉 但其实啊 我们也给大家分享过很多 市场上的这种房品 基本上 即便是像德州 长沙 景德镇 这种老货比例比较高的市场 像新的比例 也至少要占到一半以上 所以不是像大家想的 那么理想完美啊 然后也大家可以看看 我们的一些专题讲解 在视频里面 都有一些专题的一些 辩为知识 像市场上面 这种 台湾上面 给大家扫一眼看看啊 这上面 几乎 大多数 都是新的工艺品啊 没有年纪的工艺品 所以大家要有这种辨识能力 才能够到市场上面来淘东西啊 真实的市场一定是相对而言的啊 不是绝对化的全老全新的 咱们再干一对这个瓶子吧 就看中了这一对广彩的场景瓶 全美品成队的一对场景瓶子 还是比较特殊的啊 年份是光时期的一个晚清的一个瓶子 但它第一个造型比较漂亮啊 看到没有 这种这种造型 非常雅致啊 有点像我们那个明代的进水瓶那种造型啊 所以造型非常漂亮 第二个呢就是上面它其实在暗宫的 看到没有 这上面有那种刻花的暗宫在上面啊 所以这个也是它特殊之处 所以买物件得看中它的一个亮点啊 而且又是全美品成队 所以这一套纸杂是非常高的啊 在这个摊位上面有点回流池啊 我们来给大家拍一下 这个瓶子呢 是一个青花凤窗牡丹纹的一个图片啊 总体还是全瓶的 然后底下是康熙款 这种样式比较特殊 看到没有 就我们一般选物件 会选些有特殊亮点的物件 它这个造型呢 有点像那个什么暖水瓶啊 永乐暖水瓶的造型 但这个就非常少见了 在清代这种是有的啊 在广采里面 其实以前我们遇过的 这种造型比较少见啊 还是非常难得的一个物件 这就给它买下来啊 来包着吧 今天在德州古安城之旅 还是收获满满啊 还是遇到了一些自己心意的好物件 今天我们就回去了 下一站呢 会到其他的几个房教会酒店去 转转继续淘东西 大家继续关注 一起来学习分享 对吧 可以吧 对吧 esca